大家好,1月21日,世界真正好 特朗普的支持者並沒有做到任何的破壞性行動 因此就會比較平靜 其實也很難做破壞性行動 因為如果做破壞性行動的話 第一件事,那些國防警衛軍當然可以不射你 開槍就開槍了 第二件事,他們知道如果這樣做就會累死特朗普 人家一定會說特朗普教唆 所以到最後看到特朗普說要和平、和平、和平 因為他一說不和平的話 他就會被人說你教唆,就抓他坐牢 所以在這點裏,特朗普一定會希望起碼要說和平 因此之後就無驚無險就去了 過了之後,接著做甚麼呢? 自然影響到一連串的是拜登的施政政策 夜論當然是財政政策 這些都是遲些再慢慢說 北水仍然是繼續來的 因此今天就第一次一直都站在這個3萬點上面 由早上站到現在起碼 在之前那幾星期都已經說 恒生指數有望條件上升3萬點 我初步看,它可以去到3萬0300點 為甚麼這樣呢?就是技術分析的量度位 再接著大一點,就可能去到3萬8000點 3萬8000點,這些屬於已經是 是不是今年見到? 要明年才見到?要很多年之後見到? 我第一次說3萬8000點的事 差不多已經是10年前的事 當時也說港交所可以見到500元前提 就是要他入平均成交有2000億以上 現在基本上有 所以就很簡單 在這點裡面來說 恒生指數仍然繼續 在這星期出現大洋燭 這是利好的 今次之後就看它會不會縮下來 我自己個人看就是 之前也說過 基本上1月可以向好 增達2月和3月可能有少許調整 4月之後才真正來了 雷鳥當然不是跌是升 基本上就這樣看 是不是這樣就不清楚 因為這對市就是 錢不是我的 好 日星圖上面 繼續貼著保力加通道頂 一路移動上的上升 很強的 很強的 再其次 這點放大一點也是這樣看 好了 有朋友問深圳控股 如何看 深圳控股 深圳控股遲早也是好的 我會說遲早也是好 為什麼呢 深圳方面 始終真的會有發展 如果你看到的 周線圖上面 一路 慢慢緩步上升 其實這些走勢是良好的 不要引頂 怼後看不到 就收起來 這是比較好的走勢 如 環步上升 jeżeli頂多 就 penal作安排 現在這樣就差 下落 沿著調動 這就 schon好 這也是兩線路 基本上我會看 créd數率相差一些高 6.5 6.5 нап諸 PE是很低 五倍七左右 現在是兩個七號五 我估計它的阻力大約在兩個九度 就是這個位置 如果這個是破了之後上面就可以好了 如果有破的朋友 可能需要這個位置的阻力是不小的 因此就需要在這點想一下 是不是需要在這些位置先吃虎 朋友問撲仙國際 撲仙國際在上海方面都是大大 但是一路做的業務比較分散 很多人都認為都不知道你做什麼 就變成資金的追捧度比較少一些 為什麼少一些呢 就是不敢賣這麼多下去 因為你的業務比較分散 所以這個有個不好處 做雜貨店的話真的有雜貨店不好處 因為人人去都不知道買不買東西 所以你做專門店的話就可能好一點點 近兩天是有些資金流出的 在這個周線圖上面看到 去到這裏之後就開始脫離上升通道頂的位置 而是向這裏打橫走 向打橫走 周線圖上面也都看到了 現在今天是湧一湧上去 PE8中規中拒 這個是預期適合只有2.3 現在唯一件事是怎樣的 因為我不知道會不會現在下來了 再上去 下來了再上去 會不會再繼續上去呢 不清楚 只有一件事是如果它跌穿12.2 便走人 因為如果它不跌穿 它可以破了阻力的話 那邊可以去到13至17元這個位置 因此有破的可以拿著 沒有破的應該不要追入 中石油伏 由於石油股等等 石油伏沒有業好沒有呢 之前是有資金流入 今早11點鐘有少許資金流出 這是一個月線圖 中油伏在這裏 由2015年一直跌跌跌跌跌跌到現在 現在真的連媽媽都不認得 由4元跌跌到4毛錢 不見了9成 不見9成的東西 夠了沒有呢 我認為差不多了 所以在這點裏面來說 我認為它似乎在這裏 是想在做一個在低位做的整庫 然後向上 這個是周線 清楚看得到 在大約4毛7島附近 就開始反彈了 但之後會回來 究竟會不會再下來 那因為要再上去 我認為會兒是再下來 對吧 都是下吧 因為有中途的話 因此在這點可以想想 可能能夠大 happend 4毛的左右 亦是1元就輸2毛錢 上面都可以看到8毛錢至1元 8毛錢至1元是甚麼? 1元就是這個位置 1元是這個位置 8毛錢是這個位置 你如果跌了由2015年跌到現在的話 真是反彈下給我都很掛 所以這個是可以考慮一下 當然了 如果你能夠在這些位置買到的話 就沒問題了 現在買不到 我有朋友也問他拿了貨之後怎麼搞 我問他現在等等拿著 上面都可以看多少 暫時可能問他1元左右 8毛錢在這裡 再過去的上面就1元 也有朋友問這個叫做太格醫藥 太格醫藥的時候將會怎樣做呢 今天早上是有少少資金流出 就是之前那四天 基本上有資金流入 不流入的不太均速 是時多時少 上市不是很久 開始在這個周線圖上面 去到這個頂位的時候 開始二離頂位 是有少少走弱的意思 既然有少少走弱的話 那你怎麼做呢 我們很簡單 現在你在187元 最高見到199.9元 就是差一毛錢不給你 那我就覺得怎麼做呢 沒有問題 你不給我 不給我便等你破200元 先去看看 因為我一定要覺得 我們覺得這些是需要在破頂之後才追入 不要想著要跌出來再猜 因為已經過了這個時刻了 現在只可以說 你破頂之後追入 這個通道頂 保力加通道頂 就是195.5元 即是你破了這個之後 都不是那麼安全的 可以只是破少少 就下來 應該只是破了之前的高位 就是199.9元 如果破了這個 即是要200元 就可以吸納了 這個是日線圖方面的 接著有朋友問這個是樂木 樂木就一定是天子嬌子 因為在將來的未來汽車 它是等於石油 但是究竟 真真正正它是不是最終的真命天子 究竟是應該氫氣 或是其他的物品 因為石墨熙不知道 在打 無論如何 基本價格 對於二線圖來說 是可以挑戰6.8 這個高位 在這邊 其實還有多一個 是6.6 這個位 歷史性上 它大致上 是6.6 6.8 是高位 所以如果金鑽不升穿的話 它就將會見出 歷史性高位 見出歷史性高位 就不可以開玩笑 因為少少地 這裏就是一個圓底 圓底的話 這裏大約是1元左右 這裏大約是6元左右 這裏大約是6元左右 加起來之後 上面就要加了5.6元給我 有6.6元加5.6元的話 那是否真的不要講得笑 是吧 即是去到大致上 就要11.4元 你想想 現在才5.4元 你可以用11.4元 升一倍 當然 你升破了才算 升不破就不要想 它要回來的 就像這裏一樣 去到之後就回來 息率比較低 市性率是很吸引 不過最主要就是 你要看看石油方面 發展情況如何 不過無論如何 在這裏 看看氣漆要發展算何點 無論如何 落木應該已經走出了一個新天地 這個就是周線一年圖 剛才那個是月線的 周線一年圖 然後這個是日線的 到這裏 今天推介的是遠大醫藥 遠大醫藥 最近這三天 都一直有資金的流入 因此 比較上面 追細較好 在這個周線圖上面 它已經由 天花板 地板 一腳 堵上天花板 因為成交比較多 這些情況來講 通常一定有龐大資金的流入 不過 一定要看看 過往的歷史 足以為鑑 這些一腳升上來之後 後勁就不計 所以就下來 我們看看 這裏會不會這樣 如果不是的話 不過這次 它一腳升上來 是由底升到頂 這個是握著豬嘴 這個是握著豬嘴向上 我們看看它 再跟著之後 會不會拉闊它擴上 這個以周線 就是要看看下個禮拜 和再下個禮拜 來看看 日線圖上面 如何呢 日線圖上面 就已經是先 這是握著頂 握著頂之後 就向下 然後一個里緣反身 這些就告訴你 你看它是淡嗎 不是 是向好的 後來是 例如反身那天 你看到 成交是十分之踴躍的 這個就是日線圖上面兩個月 這一點 你也看到成交龐大 是不講得少的 這件事 我就覺得 可以考慮低一點去吸納 但六個九都吸納 因為現在六個九都吸納 差一個斗嶺 上面看這個位 這個高位 就是七個半 去不到再新的都去到這個位 或者可以到八個半 或者在這裏 以之後的 不知道 因為它變成 走出新天地的話 上面 是沒有這個阻力位的 這些 是很吸引死人的 但是 記住有一件事 這些股票 因為 它是一直現在 這樣做做做做做做的時 好像是沒有阻力 不過 如果真的人家殺下來的話 也都沒有盛折本 所以 對做這些股票 是需要整天保持止虧價 一直移高你的子賺位 一下子不小心 蓋回來 你也不要由賺 變成虧很多 這個是以前我推介股票的紀錄 基本上 連續春立醫療 應該今天都好像動一下吧 可以大家看看 然後 再跟著 這些 是 答朋友的 有關於股票的問題 問的 大家可以看一看這裏 看看有沒有 是有講到理想 心目中所問的問題 先 如果有的 就在這裏看看答案 可以不可以 如果不是的話 先去問 如果不是大家重複了 好 多謝大家